大家好,我是小鸭手作 这么可爱的背包小熊 快爱头闺蜜给你做一个吧 可以用作挂件,挂包包,挂车上 也可以用作摆件,都可以的 首先,环形起针 在手上绕一圈 先给它打一个死结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圈里给它勾短针 这样为一针的短针 一共勾至六针短针 勾好以后,把这个线头给它拉紧 找到第一针的位置,给它进行引拔 勾至第二圈,立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在第一针上给它多加一针 这样为短针的加针 一共给它重复六组 勾好以后,跟第一针进行引拔 立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勾至第三圈 先给它勾至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一组 短针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 是一个短针,一组加针 勾好以后,跟第一针引拔 每一圈结束的话,都要勾一个引拔针 立一个起立针 接下来勾至第四圈 是先给它勾至一个短针 再勾至一组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为一组 接下来,一共给它重复六组 接下来勾至第五圈 第五圈的规律是 先给它勾至三针的短针 再勾至一组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 三个短针,一组加针 一共重复六组 开始勾至第六圈 先给它勾至两针的短针 再给它勾至一组加针 再正常勾至两针的短针 这样就是为一组 接下来,一共给它重复六组 接下来勾至第七圈 第七圈到第九圈 这三圈的话就是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都勾至一个短针 每一圈下来是三十六个短针 第九圈的话勾好 接下来第十圈 先给它正常勾至十二针的短针 十二针勾好以后 先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组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一组加针 这样为一组 一共勾六组 六组勾好以后 剩下的这些针目都给它勾成短针 一共十二个 接下来开始勾至第十一圈 十一圈跟十二圈 规律是一样的 围绕这个主体给它勾短针 每一圈的话是四十二个短针 接下来勾至十三圈 十三圈的话是先给它勾至五针的短针 再给它勾至一针的减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五个短针 一组减针 接下来勾至十四圈 是先给它勾至两针的短针 再给它勾至一针的减针 再接着给它勾至两针的短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两个短针 一组减针 再勾两个短针 一共给它重复六组 接下来开始勾至第十五圈 就是先给它勾至三针的短针 然后勾一组减针 这一圈的规律的话 就是三个短针 勾一个减针 一共重复六组 接下来开始勾至第十六圈 先勾一针的短针 然后勾一组减针 再给它勾至一针的短针 一共给它重复六组 塞好勉以后接着给它勾至 先勾一个短针 再给它勾至一针的减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共重复六组 勾好以后留一段线头 用于缝合直接断线 身体部分到第九圈 都是一样的勾至方法 九圈勾至完 直接根据头部 第十四圈的教程 到第十七圈 最后一圈 都是一样的勾至方法 耳朵部分前两圈 跟头部的前两圈一样 接下来勾至第三圈 第三圈的话 是给它勾至十二针的短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 都给它勾出一针的短针 勾好以后 断线留线头用于缝合 勾好以后 把耳朵这样翻一下 勾胳膊的部分 前三圈的话 跟耳朵一样 接下来第四圈 先勾一个短针 再给它勾至一针的减针 这样为一组 一共重复三组 开始勾至第五圈 就是给它勾至九个短针 围绕这个主体 每一个针目 都给它勾一针短针 腿的部分和胳膊一样 第四圈也是给它勾至十二针短针 第五圈开始勾一个短针 一个减针 一共重复三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 Anda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